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水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一门悬术 是研究环境还有宇宙规律的哲学 风水离不开生活 有着很紧密的关系的 风水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气场 就比如那些旧物处理 如果没有妥善处理 就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运势 我记得又一次算命的时候 有一位风水大师曾经告诉我 家里有着九样旧东西 是不能直接扔的 否则会有霉运 一旧钱包不要直接扔 钱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物品 人的一生当中可能会使用好几个钱包 有些旧了 坏了 就要换新的了 而这个时候旧的旧药拿去丢掉 但很多人都不注意 就随意丢弃 这样会直接破坏我们的财运的 钱包风水学中讲着 每个钱包都是住着一位财神爷 他会为我们招财 所以随便将就的钱包抛弃是不吉利的 也就是说你丢钱包的时候 就相当于将自己的财运丢掉 所以在丢的时候 最妥当的做法就是 将就钱包装上一些旧的银行卡 还有不流通的钱币或者是硬币 将钱包撑得满满的 然后再放到容纳箱里 妥善地保存 取其谐音较圆满 因为传说中财神爷很喜欢就钱包 只有我们将就钱包妥善处理 他才会愿意入住我们的新钱包 给我们招财 带来好运 二 旧衣服不要直接扔 在风水当中认为 旧衣服与我们的个人运势有着关系 也是不能直接扔掉的 有着三种处理方式 可以保证自己的运势不受到影响 第一种就是焚烧 一些特殊的旧衣服不能直接扔掉 最好就将其焚烧 比如像贴身穿戴的内衣 内裤之类的 因为这些是私人物品 如果随意丢弃 就会让我们的运势受到影响 而且这些贴身用品还携带着病毒 如果随意丢弃很可能会造成污染 第二种就是捐赠 有些衣服可能我们还没有穿过几次 就因为很多原因就不会再穿了 而且那些衣服都是比较新地 如果直接丢掉就会很可惜 严重的还会破坏自身的财运 所以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捐给别人 还可以行善积德 为日后提升运势做好准备 第三种是旧物回收 如果我们穿了很多次的旧衣服 但是旧衣服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磨损 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将这些旧衣服进行回收 不但能够化解旧衣服堆积的问题 还能够为我们赚一笔小钱 帮助我们挽回损失 所以如果我们有了不想要的衣服 就可以进行旧物回收 综上所述 我们的旧衣服就不要随便乱扔 因为你扔掉衣服之后 会有人专门捡回去翻新 而且那些衣服没有得到处理 就是很容易造成卫生上的问题 这样对自己的运势也是有着影响的 而且如果我们扔的都是磨损的衣服 那么也会给其他人造成负面的影响 其次是很多旧衣服都不是很旧 可能我们都没有穿过几次 如果直接扔掉 会直接对我们的财运造成影响 最后导致我们破财 三 就鞋子不要直接扔 在风水学当中 人们穿的衣服鞋子都带着本主的气韵的 因此是不能够随便丢弃的 而且在民俗文化当中认为鞋就是破鞋 寓意是不佳的 在处理的时候 要遵循风水原理 注意一些问题 首先就鞋子 一般而言是不适合宋人的 因为鞋子穿在自己的脚上 贴合了原主人的脚型 而每个人的脚型都不相同 即便穿着就鞋子感觉很合脚 但是就鞋子的形状已经不再完好 会影响了正常的穿着 所以对于穿就鞋子的人来说 就会影响着身体发育情况 而且在风水学中 认为鞋子是承载了本主的气韵 如果将就鞋子送人 也是会送走自己的福气的 第二要注意的就是一些过时的 或者是不可以穿的就鞋子 本身是没有着损坏的 可以将这些鞋子清洗晾晒干净 然后整齐地放起来 保存完好的鞋子 可以帮助本主的好运不流失 增加本主的健康和财富运势 如果是一些已经穿坏的鞋子 鞋子质量已经有了问题 那么就要及时地扔掉 这种鞋子留着 会给本主的健康运势带来负担 而且这样的鞋子越多 也会导致家庭运势越来越差 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不怒 不过在扔掉的时候要注意 将这些鞋子都打包好 尤其是要注意的不要和杂物 垃圾一起扔 这样很容易给自己带来霉运 还有如果有些人想要献爱心 一定要扔在指定的地点 有专门的人来回收和整理的 这样才不会影响自己的运势 第三就是可以将鞋子焚烧后再扔掉 因为鞋鞋因为鞋 那些旧鞋子在风水学中认为是有鞋气的 会伤害人的身体健康 因此烧掉这些鞋气 就会为本主带来好运了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 但是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可以随意地浪费资源 买鞋子一定要 选择适合自己的 不要跟风去买一些看似时髦的鞋子 穿不了几次就扔掉 这样既不环保 也不利于自己的运势发展 而且在风水学中 鞋子越多换得越勤 会对本主的健康运势损害比较严重 四就门不要直接扔 大门在房屋中很重要的 如果家里的大门出现了损坏或者是使用的时间过久 需要更换新的门的时候 就要注意 旧门是不能乱扔的 处理旧门的时候 要先将旧门要放置一段时间 因为在风水当中 大门是房屋的重要气口和通道 是可以为房屋起到招财运和福气 挡住邪煞的作用 所以当旧门拆下来的时候 不要着急处理旧门 在风水中的门 相当于人们的门面 他们都喜欢宽敞明亮的 进出比较方便 这样就很舒服 门在风水中起的作用很大 洋宅三要 门、主、灶 门牌第一 现在流行的八宅风水 九宫风水等 都突出门的重要性 的确 门是一家人的出入之地 一天之内 要出入很多次 是生活中最密切的一个部分 所以门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一家人的心情 运气和健康 因此 换下来的旧门 也需要妥当处理 放置一段时间 之后可以将旧的门 放在废品回收 或者是二次利用旧门 五 破碗不要直接扔 如果随意丢掉破碗 是会对个人事业上有着影响的 有一个企业家 乔迁新居的时候 为了让新家 有着焕然的面貌 就将旧的锅碗瓢盆 全部都淘汰掉 然后换上新的 他就很高兴地入住 但是说来也奇怪 住进新家之后的两三年里 这个企业家 总是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情 比如产品质量不合格 被罚款 而且跟人合作出了问题 又惹上官司 夫妻常年争执不休 老婆一生气 还回到娘家了 企业家就觉得苦恼 多方面的询问 还请风水大师来看自己的公司 或者是住宅 看到底有什么问题 但是风水大师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后来企业家与风水大师闲聊的时候 就提到了自己曾经换家具的事情 风水师一再询问 才发现企业家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 就将之前不用的碗丢掉了 这才引起了后来的灾祸 所以在处理破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是不能直接乱扔的 首先要明确的就是送人是不行的 因为旧碗代表的是败相 这类物品晦气 不吉利的 而且碗邪阴碗 也就是说会影响到事业还有感情 很容易遭到失败的 只能扔掉 但是扔掉的时候要做一些准备 先用一块红布将所有的碎瓷片包裹住 然后用胶带缠几圈丢掉 因为红布可以起到消灾挡煞的作用 而且如果用胶带缠住 还不会给环卫工人添麻烦 如果是没有破损的也是需要用红布包好 不要将碗体的白色瓷片部分都露出来 所以直接扔掉则会给自己带来霉运 只有妥善处理 才能够稳住自己的运势发展 六 枕头被褥不可随便丢弃 同以上几点讲的道理一样 废旧的枕头被褥如果不能送人 那么同样都是要打包好后 放于家中高处 寓意高枕无忧 故去仙人的枕头被褥 应于百日记内焚化为家 还有一点常识 大家更要记好 就是活人的枕头禁忌被星月照见 包括清洗被照枕套时 都不宜被星月照见 以免冲撞阴气 休息不好 噩梦连连 七 照片签名 不可随便丢弃 无论是现世活人的 还是去世先人的照片和签名 都不能随便丢弃 破损和焚化 尤其是家中挂有大型结婚照 全家福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如果照片不小心被破损 家中必出口舌 大型的结婚照 即超过当事人真实身高的照片 在气场和磁场中都会形成血光伤亡煞气 压住活人的运道 轻者婚姻不长 重者家破人亡 全家福中一旦有人去世 那么应立即取下 用红布包裹好 至于干净明亮之地 不可再悬挂 八 招财术 招财术不能乱丢 小心财运也跟着丢走 其实招财术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呢 发财术是很常见的摆件吉祥物之一 很是受到大家的喜爱 摆在家中或者公司中聚财内祥的作用呢 而且这款招财术还可以投硬币进入呢 每日一币 财员滚滚来 九 财神 分五财神和文财神 财神静之得当 可得全家或企业财运响通 静之不当 财神则会变为散财之神 耗财破损 尤其是五财神关公 如静之不当 不但不能带来财运 关公的那口大刀还会伤人 一般原则是 五财神要面向门口 文财神记面向门 其七 翡翠元宝 以生财旺财为主 多以一对并用 用法有二 一 将一对翡翠元宝放在全屋之窗口上或窗台 左右角各放一只 目的为把窗外之财吸纳进来 窗口越大 财气越旺 二 放在大门入屋斜角之角落 此处地方藏风聚气 亦是财位 放上一对翡翠元宝 以加强招财进宝之气 二 这些要扔掉 除了上述所谈 保留一些 但是对于家里的其他旧物 我们还需要进行断舍离 这样才能更好的调节房间的风水 断舍离是一个需要长久执行的理念 将家中 一些被淘汰的物品及时清理掉 不要一时感到心疼 扔掉才能让你的家居生活质量越来越高 其一 厚窗帘 留心生活的朋友就会发现 有钱人家的窗帘都不是很厚重 一般就一层这样子 这其中有什么学问呢 太厚重的窗帘会完全挡住室外的阳光 从而使得室内的光线不好 阳气逐渐变得衰弱 长久下去 家里的气场就会阴阳失衡 我们要是长期处于这种场中 会给身体健康带来消极影响 其二 来历不明的古董 有的朋友喜欢收集古董 当然 这是一种爱好 没什么对错之分 不过 不是所有的古董都适合摆放在家里的 比如说古老的油票 油画这一些来历清白的东西 我们可以拿来做收藏品 而一些来历不明的古玉 古剑等等 万万不可收藏在家里 其三 发霉的菜板 厨房中的木制菜板用久了 发霉了 开裂了 就应该赶紧扔掉 有人说家里的菜板 全是细菌 甚至还发霉了 更有人说 这样的情况容易致癌 菜板致癌 其实还谈不上 但是滋生细菌和霉菌 倒是真的 这个很影响健康 可千万别不当回事 如果你家里的菜板发霉了的话 这些霉菌会进入到食物中 将会影响到身体健康 所以 还是建议将这种发霉的菜板扔掉 其四 假花 假花作为客厅的装饰物 是很受欢迎的 因为它不像真花的一样容易枯萎 而且还有美化环境的作用 但是从风水的角度来看 假花不如真花般有生气 而且还会给主人招来烂桃花 容易引第三足插足 不仅如此 还会影响家人的财运 严重者会有破财的迹象 其五 坏椅子 任何坏的东西都不宜留在家中 因为这些坏椅子上面 有很多阴气 当我们坐上去的时候 身上的阳气会被中和掉 长期以往 身体健康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 状态一天不如一天 其六 破碎的玻璃 窗户玻璃破碎是一个家庭衰落破败的象征 居住的房子出现窗户玻璃破碎的情况 一定要及时更换 因裂痕小就不更换或简单的用透明胶带粘贴 是颓气 漏财的风水 会让家人频频破财 另外 家中带玻璃的柜子 玻璃式瓶等 出现破碎或裂痕 也要及时处理或更换 其七 破碎的花瓶 家居中的很多装饰物 由玻璃 陶瓷制成 它们往往在风水上有着吉祥的寓意 比如陶瓷花瓶 象征着平安等 若一不小心将这类物品打碎 证明它们给家人阻挡了灾祸 不要过多惋惜 及时将破碎的物品处理更换 才是上好的风水 总之 每件物品都会有自己的气场 家里的物品越多 风水气场就会越复杂 不是说家里东西越多就越好 尤其是一些不好的东西一定要丢掉 不然会让家居风水变得不好 如果不注意调节房间的风水 很容易造成气场混乱 给自己带来不幸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